你兩個月收一期的金額大概是41萬 所以我們一年收六期大概是216萬 所以102年收的是對的 那為什麼101年收的比較多 因為101年總幹事有去追前幾年所欠款的部分 所以收到250幾萬 所以看起來說好像今年比去年少收 其實沒有少收 因為我們一年固定的管理費就大概在260幾萬左右 這我補充一下 所以就是我們總幹事在前一年多的時候有積極的去追討到那些欠能的管理費 所以看起來前一年的比較多 那利息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有撥放一些錢到利率上去 所以利息的部分的話就是比較前一年多了9000多塊這樣子 這是我們固定的收入的部分 那車位的清潔費的部分的話就是有稍微少一點 就是少了8000多塊 那固定的支出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員工的費用 然後保全的費用 然後這部分的話就是 再從 這部分的話就是在今年度的那個保全公司的那個部分的話就是 費用稍微調高一些 所以說這個比較前一年多的話我們多了那個1萬8000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我們的保養費、電衣、汙水、汙水處理設備、水電、發電機這些的 那這些的話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接下來就是非固定的收入跟非固定的支出 那非固定的收入的部分的話我們 我們今年多了就是 仲介的看屋 仲介的那個看屋的那個清潔費的部分 較前一年度大概多了3000多塊 然後公共電話就是我們 門口的那個公共電話就是 就是少了200多 或是大概幾百塊 一整年多大概1000多塊 那 改應扣的部分的話就是少了1300的就是 不清楚的 那 公共電話就是多了900塊 就是這幾年多的一個效果 然後 資料賣賣其實是在前一年度 呃 才有的快的測 快的測掉 那這個 這部分 佔了前一年大概4000多塊 對 然後 資源回收部分就是 我們有 賣掉一些我們那個 就是回收一些 一些設備 像我們朋友那個 鐵的那個 鐵的那個 就是 鐵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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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幾百塊這樣 那 那 終於回收部分的話 紀念度還沒 還沒收 但這種部分的話就是 不好意思 終於回收部分的話 在前一年度的部分 就是 呃 沒有算在裡面 就一年6000塊 那紀念度 因為他都 六千塊都算到紀念 所以這個 看起來是多了一萬二 但其實是兩個 那 這邊有個旅遊的那個 那個